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4月18号 星期六 蓬佩奥在4月17号 昨天周五接受福克斯 福克斯Business 福克斯商业台采访 他说美国在今天 他说我们今天还在要求中国政府 让美国专家进入武汉病毒实验室 以便准确判断病毒到底是从哪哪里开始的 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要求 一直在要求 从1月份的要求 一直被中国政府拒绝 他说到了4月17号 今天了我们还在跟中国政府要求 他说这是关于科学和流行病学领域的问题 我们需要了解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武汉病毒实验室 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后记者就问他 就说病毒是否可能是从武汉实验室流出的 他说这是一个完全恰当的 全世界都在问的问题打关枪 他说这也是川普总统 对世界卫生组织不满的地方 蓬佩奥说 美方知道 当中国开始评估处理武汉疫情的时候 中国政府也曾怀疑过 病毒是否是来自武汉病毒实验室 他们自己也蒙了 你知道吗 他说 但是中国从未同意国际科学家 进入实验室评估到底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直到现在仍没有任何的西方国家能够进入该处 妥善评估是否实验室就是病毒来源 还有就问到 他说疫情现在引发的排华的情绪在美国 他说中国人民与全球人民一样 在疫情当中的受害 他说这是中国政府领导的失职 第一批受害的民助就是几百万的武汉人民 所以他说这个与华人无关 与亚洲人无关 这是中共的政权未能履行职责的所致 好吧 反正再一次证明 就我以前就说过 知道吗 中国说说我们调合理了 你们也不来救 我就这说风筒话 现在你们也调合理了 对不对 不是不来救 当年几次要求 反复要求派专家去 让我们查这病毒 到底怎么回事 病毒序列是什么 病毒传染性道料多强 病毒疼爱来 领导病人是谁 中国不让 你不让 不是我们不去 知道吗 你不让去 武汉你快 你跟你的香伯伯一样 知道吗 是一只苍蝇都不许飞进去 你不是 什么叫我们不去帮忙 你让去吗 我们派只蚊子过去 你都派死了 觉得我们蚊子是间谍蚊子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再一次 在昨天接受服务的采访时 再一次证明 即使到现在 到了这一天 到了这一刻 美国还在要求 要进入武汉病毒设计室 去调查真相 但是中国政府一直都拒绝 拒绝 拒绝 好吧 这期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